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不错 礼拜五的时候台股就一定涨250点 那今天第二天上涨 那今天涨多少 涨300多点 到目前为止 台北股市涨了332点 那成交量稍微微幅扩充了 照理说应该收盘有机会来到4000亿左右 那连续两天的上涨 那今天台北股市又这样上月线 接下来这个盘 有没有机会再仔细往上冲 还是说那反弹起来又来到高点 又来到前高的位置区 那接下来这盘要怎么去解读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你要去看整个台北股市的走势 我还是会先去看美股它怎么走 你看台北股市这两天为什么会弹得起来 因为都是美股有涨 所以台北股市就涨起来 所以台股是不是有机会再往上攻 那接下来这个盘怎么去解读 我们先从美股来看 我们来看 我记得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我有跟各位讲 到了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就说 应该说上个礼拜二我就说 上个礼拜到礼拜五那个时间点 美股的月线它会去跌破季线的位置区 对不对 我们来看 放大一点你看 它现在月线就跌破季线 是吧 好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过说 你月线破季线其实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等到这个礼拜后半周之后 这条季线它会不会出现下压 因为你现在月线已经走跌了 如果说你季线再出现下压 我就说美股它就形成死亡交叉嘛 对不对 如果说让它出现死亡交叉的话 那美国股市的压力还是在啊 那现在唯一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美股赶快站回到季线 才能够去化解这个死亡交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从美股来看 也能谈两天啊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站上季线嘛 那接下来就很重要了 美股到底有没有机会再站回到季线之上 如果没有的话 你后面那个死亡交叉的现象 它还会发生 那我现在怎么去研判 到底它有没有机会 它会不会出现死亡交叉的现象 好那各位 其实这个礼拜我们就说嘛 因为到下后半周的时候呢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如果我们就以这个礼拜 比较影响盘式的重点来看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联总会现在差不多已经要召开会议了嘛 等到五亿联假回来之后 他的会后记者会 他蛮重要的 这是一点 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 美国的财报 接下来那个财报到底是好是坏 这都对影响整个盘势 尤其美股到底会不会形成 死亡交叉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我们就先从这两件事情里面来看 我先讲答案 我的看法是这样 这两件事情都不能不好 如果你一好一坏的话 大致上指数都还有机会走区间 那大致上不太可能两个好 等一下我会解释 所以不能说这两个都不好 如果都不好的话 美股一定还会有压 是不是 好我们先从第一个事件来看 联准会的会议 这一次的会议来看 照理说了 应该不太可能是鸽派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你一二三月份的CPI指数 都一路在上扬 你现在通膨 没有办法解 这个没有办法解 还会延续到四月份 因为你会发现油价也没有跌 有没有 油价就维持在一个区间而已 尤其它现在的均价在89块2 跟三月比 差了5块 那时候三月跟二月比差3块 现在是差5块 所以从5月15号去公布CPI来看 照理说这个通膨还是降不下来 所以现在市场在等 就是说你联准会会议完之后 照理说联准会是从鸽派转为鸽派 这个几率蛮大的 只是说它到底能够有多鸽 有多鸽 老鸽的鸽 那市场可能会认为说 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说 它之前说要降息 那会不会说这个降息的次数 它说会减少 如果会减少 照理说还是会影响到 那最怕的就是后面这两个 第二个它跟你说 我们今年不降息 这问题就来了 那第三个最麻烦 不降息之外 它会不会跟你讲说 我今年要升息 我是预计这个几率比较不大 所以可能一跟二之间 就是说可能我降息的次数减少 或者是不降息 所以如果有出现这一两个现象的话 照理说这个东西它应该就要再创新高 它现在维持在这个地方等 等答案 你看它也跌不下来 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它在这地方等 然后美国联准会它是比较偏鹰派的话 照理说这有机会创新高 对不对 难道如果说它有机会创新高 对美股而言多多少少 它都是一个压力 你从去年就知道了 你公債殖利率如果太强的话 美股一定会有压 而且你公債殖利率如果太强的话 这个东西还有机会在走强 是不是 到目前为止它也是在等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就从联准会的会议来看 油歌转音应该是预期中的事 只是说它后面会怎么去讲 所以这对这个礼拜的盘势来看 算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事件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接下来就是看财报的问题 其实我们从上个礼拜财报的问题里面来看 说句实话真的是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 那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股市上涨 高科技股 它现在谈到月线附近 那为什么会涨 之前我就跟各位讲过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我说以它这种现行来看 财报不会太差 好 我说那时候我就说财报不会太差 所以它在礼拜五的时候涨了快10% 在创新高 所以把美国股市它往上带 可是这个礼拜就很重要 你这个礼拜要公布的财报里面 比方说 第一个是苹果 照理说苹果应该也不会太好 股价都一直跌 它在中国的市占已经减少非常多 对它营收一定会有影响 对不对 那现在只能看说 苹果能不能像特斯拉一样 它后面给你画一个梦 如果那个梦 大家也不太能接受的话 照理说这个股价 应该不会太好 对吧 好 我们先预测了 这应该不会太好 但是后面几档个股就很重要了 因为这个礼拜要公布的财报里面 比方说AMD超微半导体 跟AI有关 第二个 第二档公司呢 叫高通 也是跟AI有关 那再来还有一档很重要的 叫美超微 好 叫美超微 这都跟AI有关 好 目前这三档个股 未来这一个礼拜 这三档个股 在公布的时候 都是跟AI有关 好 全部都跟AI有关 好 那各位 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 美国的肺半它涨势比较凶 高科技股到现在为止 月季现在没站上 可是肺半呢 它有先站上 是不是 那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灰达嘛 灰达的股价涨起来涨6% 所以把美国的肺半往上带 可是呢 后面即将要公布AI的财报 那到底这个财报 是好还是不好 我礼拜五的时候 我就跟会讲 我就说 说句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不清楚 我就说 骆驼上的稻草 说是美超微 我没有说压倒骆驼上面的稻草 如果不好就是压倒了 是不是 到底这根稻草会不会压倒 现在有很大的疑问在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就从 这三档个股的走势来看 我们来看 超微的股价呢 它有先跌下来 不过说句话跌下来 也不会像那个苹果 那个股价跌得那么深 刚苹果在哪里 在这里 它没有像苹果 这个股价跌那么深嘛 也没有像之前 特斯拉的股价跌那么深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它出现回档 好 出现回档 那再来呢 高通的股价呢 它目前维持在一个区间里面 如果财报不好的话 就做头了 是啊 目前就横在这里 然后呢 另外一档个股呢 美超伟 美超伟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它涨了8.9% 其实在这根还没有涨之前 其实我有蛮大的疑虑 到底它会涨不会涨 到底它财报还是不好 但是因为整个回档一涨起来 把它往上带嘛 可是这往上带呢 它又没有去过警线啊 所以你说到底财报好 还是不好 我说一下 目前这三档还都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你回档也不会太坏 不可能坏啊 那你现在重点就是 这些AI的财报一出来之后 它能不能符合市场的预期 你说一定要非常难 不太可能 只是说能不能符合市场的预期 如果你没有办法符合市场的预期 反而这个地方又出现跌下来的话 那就像我刚跟他说的 这个礼拜两个事件 一个是联准会会议 一个是财报 你现在联准会的会议 照理说不可能太好 先看一换 那如果说你连财报公布出来之后呢 市场又不符合市场的预期 又出现下跌 那就是两坏了 如果两坏的情况之下 我说句实话 美股要这边往上大涨 机率就不大了 反而还有机会出现压回 对不对 所以就给人废办了 就算你挥打在撑 那个效应也会减轻 到时候也会被拖累 到时候你会面临到什么 你半年线到底守不守得住 是不是 不过这是两坏的情况 那我目前在研判的 我是认为是说 应该一好一坏机率比较大 好 一好一坏 什么叫一好一坏 可能财报还OK啦 或许还有机会符合市场预期 然后呢 但是你联准会的会议呢 就是不好 应该是比较偏鹰派 好 这个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所以如果说它形成一好一坏的情况之下 那美股会怎么走 我预计后面区间几率比较大 如果一好一坏的话 后面的区间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你说台北股是怎么走 我认为今天来谈到月线之后 除非两好嘛 两好不可能啊 也不要两坏嘛 两坏的话你这地方一谈上来之后 一定还会再破月线 那如果说是一好一坏的话 这地方就是维持区间 好 这地方就是维持区间 可是如果说啦 出现这样的走势的话 其实最痛苦的应该是外资 为什么 我们刚刚说嘛 因为联准会转鸽派的 转鹰派的几率很大 那如果说你10年级 公債直率还有机会再创新高 那你美元还是一样啊 有机会再走高啊 对不对 当美元走高的时候呢 亚洲汇率贬值的那个几率 就还是很大 那外资到底你要不要避险 它会卡在两栏 因为看起来美股都还有机会 走区间还稍微有一些撑盘战 可是呢 你亚洲汇率一路在走扁 你又要避险 所以会造成什么 就像外资这样啊 它现在还是空单一万三千多口 你看到今天一涨起 它全部被嘎 它全部被嘎 它礼拜五的时候 再补三千多口 可是如果说你美元过强 或亚洲汇率一直扁 它还是要避险啊 可是你指数又跌不下去 所以外资的问题会比较大 那当然台北股市到这个时间点 要怎么去做 那就是重点了 很多时候我们该去解这种盘 我只是告诉各位 到底我们现在怎么做会比较好 你试试想 台北股市从整个四月份 从20,800多点 这样一路跌下来 前面先跌一段 其实这一段也不小 它会有1,500 是不是 跌了下来之后 如果说我们从这两天 先把它去掉来看 就互涨互跌 互涨互跌 我敢说 这一段过程里面 如果你每天都会拼命买 每天都会拼命做多 你赔钱跟套牢 一定比赚钱的还要来得多 我这样讲你能不能认同 你看这种牌 你每天买 涨什么你去追什么 跌了1,500点 又忽涨忽敌 你一定是赔钱跟套牢的 或挺损的 一定比赚钱来得多 如果能够 我想这样讲法应该不夸张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才就说了 我现在预计 到底说应该是一好一坏 它的机率比较大 如果一好一坏的话 台股就维持区间 或许你会说 老师如果说是两坏 两坏你就不要随便乱做 美股一定还有压力回来 所以台北股市 到时候月线也未必能够站稳 但是我现在研判就是 一好一坏的机率比较大 所以台股这地方 它就会维持在一个区间 但是这个区间盘里面 你可能就要注意 到底什么样的股票 它是比较有利 老师如果说美超卫他们财报都还OK 那是不是AI一定要大涨 我的看法是这样 如果美超卫这些财报都还不错 这AI财报都还不错 那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撑盘的力道在 但是真正的主流 它未必完全会在电子类股身上 为什么 你从这两天的盘势你就知道了 你看 今天电子类股涨1.3% 台积电也还是涨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你就会发现 传产就比较强 你看这些营建 什么深一 你看金融涨3%多 观光最近有一些比较属于那种 偏利多的现象 涨2%多 塑胶也涨2%多 赵子都涨3%多 连化工涨2%多 那我问各位 是不是资金开始慢慢的有一些 逆转的现象出现 对吧 所以就算说一好一坏 指数开始走区间 所有的资金也不可能全部集中在电子类股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你会发现到很多电子类股 这波跌下来之后 我跟你讲多少会弹 但是也不代表每一档个股都弹 你能不能仔细看 礼拜五的时候比方说弹四星嘛 跌了一段起来之后 今天又开高走地 有没有 目前几乎打到平盘了 它并没有让你看到持续在往上攻啊 没有啊 今天弹比较多一点的算是智邦嘛 今天弹起来之后 目前也留了一个长的上影线 那为什么这些个股呢 怎么搞得 弹上去之后又开始震荡又流上影线 因为上面套牢太多了 有没有上面套牢太多了 你看M31啊 礼拜四的时候创波段低点 礼拜五的时候稍微反弹 融资创新高 结果今天你看到今天又流上影线 有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上面层层套牢的就不说了 最近这几天它一直买一直买的 短线上面它有获利它就卖了 那我问你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这种怎么会成为主流 我说跌升弹一定可以看得到 但是能够弹多弹少那就未必啊 所以你要回头来看啊 有些真的有弹嘛 但是有些个股呢 那已经开始又弹不多啊 因为筹码太乱了 你看资源这些也是一样嘛 弹一弹之后就在那边走震荡了 它并没有让你看到哇连去两天大涨 你赶快急功 没有啊 因为上面套牢的筹码太多 甚至于到今天的时候呢 有些股票已经高档震荡了 有没有 你看有些个股它现在已经开始高档震荡了 甚至于有些股票呢 破线还在跌 有些个股还是这样子 对不对 有些个股还是一样 结果破线还在跌 这代表什么 就是说有些比较高的位阶的股票 我跟你讲那些个股你就不要去碰它 因为你从最近这两天的盘面 你就会发现到嘛 那个资金都会开始转出去啦 如果这样转出去的话 当然非电子类股可能还会支撑这个盘式 所以我说后面的走势 照理说应该是区间的盘式几率比较大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对于那些高档的电子类股就更不利 没有量啊 是不是没有量啊 可是你又不能没有电子类股 因为它是排股里面全职最重的 所以现在这盘怎么做 好我们来看 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想想看从4月份跌了1500起来 所以我又忽涨忽涨 我刚刚就讲 这种盘 你赔钱的跟你套牢的 你停损的一例明赚钱的多 那遇到这种盘式的时候 其实我在省了4月份 我们的操作算偏保守 不乱做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何必乱做 而且你每天买每天买 你会把你的成本垫在高档 稍微一跌下来 那就很头痛啊 因为你的成本太高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未来的盘式是一好一坏 好应该懂我说 我们只要一好一坏 盘式开始维持区间的话 那你资金会移转出来 那你资金一移转出来 它转到哪里去 最近为什么非电子类股涨得比较凶 你看今天盘就知道了 非电子类股一堆的股票 都涨得比电子类股还来得多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有些其他在低档的股票 它会开始资金移转进去 所以反而在低档的股票 它还有机会在那种区间盘的时候 出现往上攻的机会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那种高档的股票 因为你看筹码太乱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都还有一些股票在破线 你就算跌升的股票谈不了多少 因为筹码太乱 融资一直满 上面层层的套牢筹码去 所以你说怎么做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刚刚就说 因为你四月份 从高涨跌下来又忽涨忽跌 那赔钱几率最大 所以我们不乱做 但是如果后面的盘式 照我们所研判的是一好一坏 一好一坏就是维持区间 再给你走一段区间 那走区间的情况之下 你资金一样开始流出来 所以当资金开始流出来的时候 我们去抓什么 抓还在低档的股票 什么叫还在低档的股票 我举个例子来说 其实最近这盘面里面 非电子类股涨很多 但是我去找最有提材性的股票 比方说什么 航空的股票 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有去买航空股 航空股就三档 一档是长荣 长荣行 一档是华航 另外一档个股叫虎航 礼拜五的时候 我也说要去买个虎航 我这种刚过仅限的股票 到今天还在走高 相对的 这个地方的买进 你会相对比较安全 OK 好 除了这个之外 也不能没有电子类股 可是电子类股怎么做 就是高档的股票 就不要做它了 你说跌很深 跌很深会谈是没错 为什么上面套牢成城套牢卖压 对不对 好 那电子类股怎么做 我记得那时候4月10号 有跟各位讲过一档 台积电概念股 有没有 那这类型的个股 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就说全部都在底部 所以我认为这类型的个股 反而是比较有机会的 我那时候已经公开了 我说它叫台胜科 对不对 你看盘是在怎么震荡 它今天在创新高 是不是 这代表什么 比较低位阶的股票 它会相对比较有机会 OK 好 那如果说我从这个概念里面来看 我接下来我倒认为 到目前为止 还有机会走高 而且筹码比较稳定的 应该在国据 国据在怎么震荡 到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那如果说国据这个地方 都还在持续在走高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华兴科的机会就比较大了 对不对 而且这些个股到目前为止 你看都还在一个底部形态 所以我们今天资金比较大的 早盘的时候 我们稍微去做一下华兴科 好 那如果说国据有机会在创新高 华兴科有机会呢 这地方开始又在走补涨 那接下来就简单啊 接下来轮动型的个股 那被动元件里面 还在低档的股票 比方说这档个股 它是低阶 而且我说这种补涨股市 为什么 因为最近的法人都在买这些股票 所以像这类型的个股 你就不用去追高 它反而还有什么 补涨的空间 你跟我意思啊 好 到目前为止 其实像这种比较 属于低档位置的股票 我再举个例子来说了 比方说这档个股 也是一样嘛 比较偏中低价的股票 股价都在打底完成 今天才刚开始突破 所以有些那种法人 筹码面比较稳定的股票 我倒认为是盘面里面 在震荡盘里面 它最有机会的 做法就是这样子 那能不能认同我不知道 但是我说嘛 盘是稳定 我们就带你做 盘是不稳定 我们就先稍微缩手 所以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方式 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50%扶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上 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好欢迎到现场 刚刚我们说过 这个礼拜有两个事情 会影响盘是蛮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联总维的会议 第二个就是AI相关的个股要公布财报 我们刚分析过 我认为应该是一好一坏的机率比较大 所以未来的盘势还是比较偏区间的盘局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这种区间的盘局里面一定有资金的移转 从这两天结构就看得出来 所以你要了解说 到底什么样的个股还在低档 而且是有机会走补涨 而不是去乱追高 如果说掌握不到个股的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50%扶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练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小村元老师声明书 请来网路诈骗猖獗 盗用小村元老师照片及简介 收取不当之会费及开课费用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雇公司电话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本投雇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军